主 早晨我到你的面前 主 我向你祷告 让我从前封闻有你 今天 我要亲眼见你 要亲身经历你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你揉每张线 适应我心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活着围要敬拜你 活着围要全心来爱你 复复在你荣耀中 你的容灭 无人能及 活着围要敬拜你 活着围要全心来爱你 永远住在你 永远住在你殿舟 细在君在 永在地处 我爱你 我很少认为我 尽舍 你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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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舍 你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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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或者为要记得你 或者为要全心来爱你 复复在你荣耀中 你的容美无人能及 或者为要记得你 或者为要全心来爱你 永远住在你殿中 谁在尽在拥在地主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全心敬拜你 日夜不停歌唱 Hallelujah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全心敬拜你 日夜不停歌唱 Hallelujah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全心敬拜你 我全心敬拜你 或者为要全心来爱你 永远住在祢殿中 喜在金载 永在地主 我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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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爱祢 我爱祢 我爱祢 你是我唯一所爱 你是我唯一可恶 我爱祢 我爱祢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对我们说话的神 今天早晨当我们敬拜祂 我们就知道祂在我们的当中 祂喜悦我们 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带到面前 今天我们的经文在生命纪第四章一到十四节 我先来读两节圣经 在十四章第一节说 以色列人 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从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 得以进入耶和华 你们列主之神 所赐给你们的地 承受为业 然后第六节说到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好我想今天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摩西开始讲到 当他们进入旷野来到西乃山 然后在那里上帝颁布了十节 神把律律典章赐给了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在这里重述这一段的历史 告诉以色列人说 现在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从遵行 所以这一段圣经 今天的一到十四节 讲到遵行遵行遵行 十四节讲了五次遵行 所以对方的圣经 你要明白神的话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神的话出来 我们只有一个回应 就是遵行 对于神的话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也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遵行 让我们今天进入 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丰富 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来研究 来了解 来欣赏或是同意 神的话只有一个 就是遵行 那当然摩西下面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有什么样的重要和绝对性 他说第一个 他说你遵行就会叫你有智慧聪明 刚才第六节说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弟兄姊妹 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敬畏神 遵行神 就会带来天上来的智慧和聪明 而这个智慧聪明会使你在列邦中被高举 在万国中的智慧聪明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 当大卫所罗门的时代 他们敬畏神 他们遵行神的话 神就使他们在万国当中有尊荣 他们就在万国当中被高举 弟兄姊妹 智慧聪明是从神而来 遵行神的话就是智慧 让我们在神的话里面 成为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公司 当我们的家庭遵行神的话 我们的家就会成为有智慧 有聪明的家庭 你就会有有智慧有聪明的儿女 我们的个人 就会成为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个人 所以摩西劝美 第一个你要遵行神的话 第二个呢 摩西说遵行神的话 就会叫你存活 神的话会叫我们存活 神的话会叫我们远离恶事 神的话会叫我们远离恶人 神的话会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所以在神的话里面 神的话会成为你的保护 成为你的人生的引导 使你的脚踏在稳妥的路上 会救你的命 而第三个呢 遵行神的话 摩西说 你遵行神的话 就会承受产业 以色列人一路遵行走神的路 一路自有神的祝福 一路他们就得胜 没有一座城 是他们攻不下来的 他们当他们走神的路 神就答应他们 把他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要赐给他们 所以摩西告诉他们 对以色列人来 对基督徒 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遵行神的话 而就像今天 我们活泼生命上面的标题 他说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就是最大的智慧和聪明 好不好 弟兄姊妹今天 当我们读这段圣经 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回应神的话 跟神说 主啊 让我遵行你的话 让我在你的话里面 存敬畏的心 因为遵行的话 我们就必有聪明智慧 遵行神的话 就会带来我们的生命的存活 第三遵行神的话 我们就必承受 我们人生美好的产业 好不好 我们这时候 一起同声开口 回应上帝的话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耶 主啊 我们感谢 祢就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祝你能保证 美好 从来美好的话 要遵行的话 主啊 让我们遵行的话 遵行的一件商 遵行的律例 带你我们的幸福 来到这边 让我们的幸福 让我们可以 主啊 全国可以有聪明 有聪慧 我们的主啊 让我们在活在你的话 祝你恩典 活在你的话 活在你的话 让我们是 活在你的话 祝你恩典 看着我身边 我们每一天的聪明 成为每一天的聪明 我们要祝你恩典 谢谢我们的 我们要祢的恩典 就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我们的主 在我们的当中 恩待我们的 阿们 我们是一个智慧聪明的人 主耶稣 我们来到祢面前 祢的恩典 以为我们同在 主我们要遵行祢的话 主因为祢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主好像今天牧师 所说的 主啊 我们要遵行祢的话 我们就可以存活 我们就可以有智慧聪明 可以承受产业 阿们 主啊 我们遵行祢的话 就可以存活 主啊 祢就把那个智慧 放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各样的试探诱惑 主啊 因为我们遵行祢的话 就远离一切的试探诱惑 主耶稣 谢谢祢 祢自己来引导 保护我们的脚 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 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 一切的凶恶 因为我们遵行祢的话 主 是的帮助我们 遵行祢的话语 主在今天早晨 求祢赐给我们一个 顺服的心 主啊 让我们不再是 行走自己的道路 主啊 我们要依从祢的话语 主啊 祢的话语 必加添我们力量 加添我们亮光 主啊 祢的话语 要成我们生命当中 最大的引导 帮助我们更多 认识祢的话语 遵从祢的话语 谢谢主 是 谢谢主 祢的话语 就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谢谢祢 指引我前面的脚步 主啊 让我有一个 最谦卑顺服的态度 来遵行祢的话 相信祢的话 引导我 我在众人的面前 就必显出 从祢而来 属天的智慧和聪明 主啊 以至于我在 我的每天的生活里面 主啊 我们就可以做 正确的选择 朝祢的喜悦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啊 我感谢祢 祢的话 不是来让我们欣赏的 祢的话 是要引导我们的脚步 祢的话 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我求祢 今天照着祢的话 充满的丰富 领导在我们的当中 圣灵提醒我们 在我面对工作 今天在我面对人事物 让我的话语出来 是在祢的话的 引导的里面 当我做决策的时候 祢的话在我的里面 引导我做决策 当我忧虑的时候 主啊 祢的话成为我的保护 当我里面有一个 错误的心思的时候 让祢的话成为我的警戒 主啊 我感谢祢 我在这宣告 让我成为一个 遵行祢话语的人 主啊 把聪明智慧给我 让我在祢的话里面 成为有聪明有智慧的人 让祢的话在我的里面 让我的家庭成为 有智慧有聪明的家庭 让我所中所经营的 带出祢话语的 聪明跟智慧来 我也宣告在祢的话语里面 我们有产业 主啊 今天就在祢的话语 让我们得到祢 今天所要给我们的产业 谢谢祢 我们感恩祢的话 充满了能力在我们的当中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好不好 下面我们来做五分钟的祷告 好不好 我们大家在逐渐讯息 我们就学到了 五分钟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感恩赞美 好不好 这一课的里面 好不好 我们就为着你 给任何一件事情 昨天的 今天的 为你的家庭 为你的工作 我们现在一分钟的时间 没有别的 只有感谢 只有赞美 好不好 ounce call 我們同声开口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得上帝 主啊 我們感謝祢 祢哲灯 通过这个话语 祢哲灯alle 剩佇人改言 主啊 祢哲灯爾 until 天堃 祢哲灯爾 at 天堂 祢哲灯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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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止容易地 继续地开口 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 招 natürlich 一分钟的时间 就是要感谢赞美祢 Neil Curtis 我感谢祂的参与 祂在我的里面 祂在这里面 信心到对着天天 祂为祂感谢祂 祂为祂的拜祂 祂为祂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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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在这里面 祂为祂的座位 祂为祂感谢祂 祂为祂的座位 祂为祂的座位 祂的座位 天父我谢谢祢感谢祢 因为祂爱我们 所以祂乐意我们与祂同行 谢谢祂赐下祢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得恩典 得恩宠有智慧有聪明 主啊 因此我每一天 我都要来到祢面前 读祢的话 并且在祢的话语当中喜乐 主啊 我要说我要因着我的神 我要欢喜快乐 因为主啊 祢在我的里面 主啊 我只有能够活出那活水的泉源 谢谢祢的话天天滋润我 让我活在祢的爱的话语当中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接下来为着今日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 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 祢一定有很多需要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来到我们的父爱 我们的神面前把你的需要告诉神 我们同声开口我们要一分半钟的之间 为你的需要来祷告 主啊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 还是真的需要的事 祢是祢会 除了想着祢的这个决定 祢是祢是祢在祢的情节 祢是祢在祢的祢 祢会在祢上遇到天的祢 祢是祢命大起庞 祢是祢想愿意想愿意想让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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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和华我们的牧者我们在祢的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缺乏 主啊我们为着我们日用的需要来向祢祷告 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祷告祈求以前 祢就已经看顾我们了 主啊我们日用的所需祢赏赐给我们 特别求主来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主啊让我们的经济主让我们日用的需要 没有任何的缺乏 我们要进入到祢的丰盛当中 当我们倚靠祢的话语 当我们活在祢的里面 主啊我们必来领受从祢而来一切丰盛的祝福 谢谢主看顾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最后我们第三个我们求神国的降临 特别今天为我们全家的福音化 为我们全家能够福音 能够全家信主 全家侍奉主 全家爱主来祷告 好不好 这一分钟的里面 特别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 为我们家都能够爱主好不好 一分钟的时间 愿神的国降临你的家 我们同神开口一起来祷告 主啊祢就多要降临在孩子的家中 主啊真的来祷告 主啊祢的福音要在我们的家中 所有的每一个家人都要得到的 主啊祢也会让他们 pudar 主啊祢要祝福福ís 기庠的福音 主啊祢也会让他们的家中 主啊祢也会 这个生日和平和老伴的祂 沒有想要祝福的家中 台湾的虎本心 主哦祢也会让他的国 resist صل和妹妹爱主 大家当正的坏神的时候 他们啊祢也会让他们寻求 这些坏神的福音 说自己坏神来祢也会 好讲下去 小 livres 主啊祢有中央信心 我啊祢有这彼啊 祢也会让他帮的时候 メル neuen老伐祢地 祢也会让他们家中的 主啊 我感谢 祢在我们的家掌权 祢答应我们 我们一人信主 我们全家都要归向祢 主啊 所以恩待 当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家人祷告 祢就在他们心里面来工作 让我们的祷告 是带摇动天上的时候 祢自己会安排 祢会预备 求祢祝福我们的家 恩待我们的家 祢的国降临我们的家 谢谢我们的主 祢今天与我们同在 把我们今天一天的脚中 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祢答应我们 祢出祢入幽华壁 保守祢十分平安 谢谢主 今天祝福 让我们今天也在祢的花里面 充满祢的聪明智慧 让我们今天所做的判断 我们的话语 我们手中所触摸处理的 主啊 奉主的名 祝福弟兄姊妹 在上司的面前 有聪明有智慧 在客户的面前 有聪明有智慧 在做你的计划 经营的里面 有聪明有智慧 在业务的拓展上面 有聪明有智慧 谢谢祢 祢是赐福我们的上帝 我们归荣耀给祢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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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